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24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推荐我们的节目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留言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让我们来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在中共财政和金融失衡危机重重之际 习近平被报罕见首次访问中国人民银行 此前此类检查通常由总理或其他副手来执行 这凸显出习当局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焦虑 消息人士说 习此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全球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习近平的动向 以寻找潜在的政策信号 美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 8月份中共出售了212亿美元的美国资产 其抛售的美国债券和股票创四年来之最 引发外界猜测 中共可能以采取行动增加资金 来应对人民币疲软 彭博引述之前人士透露 10月24日周二习近平与副总理何立峰以及其他政府官员参观了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 知情人士补充说副总理还参观了该国的主权财富基金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 为了挽救A股的颓势 中共主权财富基金入市提振股市 其旗下的中央会已经在10月23日星期一晚间发布简报 当日买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 并将在未来继续增实 虽然习近平此次访问的细节尚不清楚 根据公开记录 习近平此前从未出现在中国人民银行 这属于10年来首次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他此次访问外汇监管机构的部分目的 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共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与此同时 中共国家领导人监管机构和顶级银行家 将于下周初召开闭门金融政策会议 分析认为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退却 地方债务岌岌可危 中共银行体系暴露于这两方面风险之下 即使有中央政府为金融系统背书 也无法挽救颓势 甚至处于岌岌可危的边缘 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报道 中共地方政府债务估计累计达到了94万亿人民币 今年7月 中共首次提出为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制定实施一篮子化债方案 今年8月 中共公务院派出工作组 前往十多个财政情况最严峻的省份查账 并直接向总理李强汇报 在刚刚过去的一带一路峰会 中共自称为一带一路继续投融资超过1000亿美元 但是在后续中共官媒报道中 注资1000亿美元消失了 这被外界解读为没钱了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一直扮演着一个叼盘的角色 但有些时候也难免叼错 日前《环球时报》披露富士康遭中共当局查税后 外界解读认为 中共查富士康已伤逼正 试图干涉台湾群聚 达到其政治目的 据悉《环球时报》的不打自招引起了高层震怒 被认为这是一种高级黑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10月22日披露 部分富士康在中国的主要子公司遭查税 自然资源部门也对富士康在河南、湖北等重点企业用地进行现场调查 《环球时报》英文版当晚坚称 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总统恐瓜分民进党反对派的选票 可能让民调已经领先的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保证胜选 路透社23日引述消息来源是 富士康被查一事恐涉及政治因素 和台湾明年1月选举有关 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将独立参选台湾2024总统大选 鸿海集团对此不愿多做说明 24日路透社在报道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安全消息人士表示 台湾政府的评估是中共最高领导层对《环球时报》的报道发怒 因为只剩得民进党会指控中共干预大选并得到更多选民 就富士康遭中共当局调查一事 10月24日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 中共确实在干涉台湾选举 他说我们不谈个人谈解构性问题 从2004年开始中共就利用已伤逼症的方法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历次的选举中共都鼓动台商支持谁这样的做法 这一次富士康中共也是炮制他历来的以声逼正 只是每一次对象台商不一样 尽管每到台湾总统选举中共都试图操控 但却鲜有得手 那么明年初台湾选举 台湾企业民众对中共的免疫力有多强 我觉得台湾已经慢慢成熟了 所以中共这种做法影响就是效果在降低 苏子云说 中国独立经济学家龚胜利分析 台湾选举中共一直在施加影响力 查富士康可能是杀鸡给猴看 郭台铭政治观点和中共是不同的 此外 鸿海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企业之一 中共查富士康也能对外企产生所谓的震慑作用 但后果是外资企业更不来了 有网友指出 随着中共查郭台铭意在台湾选举的认同提升 《环球时报》肯定是给中共惹祸了 接下来肯定会面临清算 中共军事扩张的咄咄逼人 已经让远在大西洋的英国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英国国会下议院国防委员会认同政府的评估 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共对英国整体而言构成划时代的体制性挑战 24日发布印太区域相关报告 要求英国政府及武装部队与盟友伙伴协调 为中共一系列可能的对台行动拟定反应计划 并以机密会议形式向委员会说明相关计划 委员会并提到 在军事层面 政府有必要将中共定义为 对英国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的威胁 而不仅是挑战 国防委员会监督国防部相关业务 委员会2022年1月启动调查 查看政府的向英台倾协政策方针运行成效 邀请政府官员 据军事等背景的专家学者回应提问或提供意见 期间并前往澳洲和印度实地考察 与这两个国家以及印尼、日本、马来西亚的官员会晤 英国政府2021年在首次发布的 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揭示 向英台倾协施政方针 今年稍早发布更新版 国防部则相应发布及更新国防方略 英台区域同样是重点 国防委员会在名为 国防卫与英台区域的近50页报告提到 中共的目标是制霸全球 且手段越来越具侵略性 各种迹象显示 中国有意在未来若干年内与台湾正面对抗 无论是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 或运用灰色地带攻势 报告指出 英国未在防卫事务领域落实向英台倾协 成为能发挥重大影响力的区域要决 英国必须大量增加投资或调整既有资源配置 并拟定跨部会单一印太战略 纳入英国在外交与国防领域对日益升高的中国威胁的回应 报告提到 对许多西方国家政府而言 中共与台湾之间未来几年内可能爆发冲突 这是印太区域最迫切令人担忧的问题 主管事务涵盖印太区域的英国国防副大臣戈尔迪女爵告诉委员会 印太区域情势在未来十年可能变得更紧张 尽管在短冲期 欧洲大西洋区域安全仍将是英国优先要务 英国将持续协同盟友伙伴在印太区域累进行动 哈马斯企图以人质为要挟 逼迫以色列停止进攻 以色列国防部周二表示 正准备从海 陆 空向哈马斯进行全面打击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向哈马斯表明立场 先释放人质 再谈停火 同时 美国正在中东部署更多军力 以防止战争扩大 周二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表示 已经为下一阶段的战争做好准备 正在等待命令 他预计未来数周将发生战斗 他还说 埃及在释放加杀人质的谈判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而解决人质问题是以色列的当务之急 周一 有记者询问美国总统拜登 是否支持停火以换取人质获释 拜登表示 我们应该停火 随后立即更正说 应该首先释放人质 再谈停火 白宫周一也呼吁民众 不要相信哈马斯声称的 如果停火就会释放人质 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说 哈马斯所说的所有听到的好处 我们都不要把他们说的话当真 他们现在就可以释放所有人质 现在让他们走 现在就可以 因为这些人没有做错任何事 他们只是在这场冲突中被抓的无辜百姓 现在我认识到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继续与该地区的伙伴合作 尽全力让人质获释 科比表示 他现在不会透露任何有关人质谈判的细节 他表示 目前仍失踪的10名美国人中 有几个人巨姓被哈马斯扣为人质 除了释放人质 白宫还特别点名伊朗 认为他一直在背后支持哈马斯 特别是最近发生了一系列针对美军的无人机和火箭袭击 同时 中共海军的6艘军舰也罕见的同时出现在中东地区 令局势更加波轨云厥 白宫表示 拜登总统已指示国防部加强美军在该地区的部署 将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从东地中海直接调往中东 并向该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派遣更多防空军力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